把档案读到python里面 其实是相当相当简单的一件事 首先的话呢 记得就是open open后面给他什么 给他的档案的名称 如果是相对路径的话 当然如果你是绝对路径也蛮简单的 要不然就是如果你刚刚读取的时候发生错误的话 那没关系啊 你也可以给他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的话一般习惯是 在这个路径上面点一下 我是建议你用复制贴上的 当然你自己重打也可以啦 只是相对比较容易出问题 那一般习惯是直接假设你复制贴 那特别注意贴的时候请各位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是低叠底下 低帽号就低叠底下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目录底下的那个档案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的 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反斜线一定要加 OK 如果你没加的话那一定会出错 那后面一样是R模式 R模式然后把它读进来 所以如果你假设 路径用绝对的话 执行应该OK也没问题 只要那个档案是存在的 所以我假设把它读进来之后的话 下一步我希望把这个资料切开来 有点像那个资料剖析嘛 如果各位用过那个eSale 应该都有印象嘛 这个这个资料剖析 如果eSale里面的话 就是假如说我们同样的道理 你就放一个格子 OK 可是这个资料的话要分开怎么分开 一般是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有分格符号 分格符号的话它是逗点 所以你就是把它改成逗点 然后下一步 切开来之后放哪里 放在B1好了 OK完成 他就帮我把这个资料 分在不同的储存格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是一个储存格 有点像是一个字串 一个文字 那如果你要把它切开来的话 你势必需要提供给它一个 不只一个储存空间 所以如果假设说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 你如果在Python里面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串列 因为它里面的话有很多空间 让这个资料存放 所以如果不只一个储存空间 那多个储存空间 那一定要用串列 那可是如果在eSale里面 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子 你会发现eSale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是蓝 也可以是裂 可以横的 也可以重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 刚刚这个部分 做一个改变的话 要切割怎么切割 那如果你要切割的话 这个地方 你又要再多学 这个 一个 一个什么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文字里面 有点像资料Poseed 它的方法名称叫Splitter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Splitter 首先的话 一样 我们前面呢 先产生一个 叫Score 的一个穿 或者你用List1也可以 假设你不习惯 我前面讲过 你用List1也可以 因为有时候打Score 有时候说 是Score名称怎么来的 反正给一个你习惯OK 那我们叫List1好了 也许大家这样看就会比较亲切 然后List1里面 如果你要把它做切割的话 那因为我们现在读 把资料读到S S它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里面有个文字的方法 这个文字方法 专门是处理切割资料的 叫Splitter 那这个Splitter 在VBA里面也有 OK 你打一个S S.Splitter 那Splitter的话 基本上 你刮符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几个资料 包含第一个的话 它会先跟你要什么呢 要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切割资料 所以呢我们直接什么 直接里面给它一个斗点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说 我要针对这个文字去做切割 切割的时候 请你按照什么斗点帮我切开来 这样意思 其实跟资料剖系一样 那帮我剖开来之后的话 它就用前面有一个List1去接 那所以List1 假设我们把那个List1部分 把它Print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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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原来是长这样 那它帮我Splitter切割 有点资料剖析 你会发现 那它就帮我把它放在一个中刮符 中刮符就是一个串列 那串列里面的话 就分别把这个资料 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放过来了 OK 不过呢 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原来是数字 OK 那因为呢 经过了Splitter Splitter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针对文字去建立的一个Function 一个方法 OK 那这个方法呢 切完之后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变成文字 OK 我前面讲过啦 单一号或双一号 其实都是文字形态 那不对啊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要拿这个来计算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外面把它加一个Sum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出错 因为它里面是什么 是文字 所以不能Sum 不能加总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们后面要加总 那怎么办 你需要多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你必须先把这些资料 先转换成这个什么 转换成数字之后 才能够做计算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转换的话 你想说老师那我转换很简单啊 我就是直接转换 我转成整数好了 那其实是不是INT 然后刮虎 当然你直觉上 哦 老师你说要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转换成整数的话 那当然你逻辑上好像是讲得通啦 不过实际上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INT 是只放一个资料 的一个形态 但是呢你List的话呢 它是放多个资料 所以如果你执行的话 它会告诉你说什么 Type A 没办法 你这个Agreement 你那个参数 这个太多了啦 OK 它这个Nuts 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一个byte 或者一个number 不能是一个list 它意思是跟你讲 我不接受一串资料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 假设啦 我让它转的话 其实我可以先转其中一个 比如说转第一个可不可以 假设我现在不要全部 我只要在这个清单里面编号1 编号1是98 所以我把这个98的文字放过来转 可不可以 执行一下 可以耶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转出来 本来是98的文字 它会变98的数字哦 那如果我这边改成1的话 那它是95嘛 95过来的话 那就95的什么呢 数字了 也就是说呢 那它只接受什么 一个一个慢慢转 那怎么办呢 变成说底下 如果你要转的话 你可能要写一个回圈了 那这个回圈的话 是for i in range 前面有讲过 fo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话呢 刚刚讲0 从第0个到len len len指是什么 这个串列里面有几个 那当然呢 如果里面假设 我们总共里面有八个的话 那就0到7 刚好stop到这里 那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我要一个个转的话 那我要怎么样 一个个把它转成全部 转完之后 再帮我存回去呢 跟各位讲 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 把一个一个 那所以 把 它原来的串列名称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加上一个i 那如果你要修改里面的资料 再存回去的话 其实很简单 后面的话呢 做转换就可以了 转换完之后 存回去哦 所以要不就是说 你可以用int 刮斧一下 ok 然后它就怎么样 它就先帮你读第0个 也就是98 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读到98 然后把98 转换成整数 整数之后的话 再存到 这个list里面去 ok 那换95 直到80 全部转完之后的话 那我这个地方 把它改回来 我们就不能这样写 ok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个转完之后 存回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中挂51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st 是不是全部都被我们转换成功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关键的地方 切割 再转型 这两个 非常重要 因为不做的话 后面没办法做了 所以呢 我们把它做完之后 执行 诶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帮我把98 读出来之后 把它转型 转型之后存回去 当你这个INT 你如果担心有的时候 成绩里面有小数点的话 那我前面讲过 你刚才会改这个 EVO 比较没问题 因为它 如果里面有小数点 就比较不会 被 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 的问题发生 ok 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改EVO 可能会更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等于得到了 我们需要的外部成绩了 诶 成绩读出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后面就比较好搞定了 因为可以切割 ok 然后可以转型 特别是这个转 是把资料读出来之后 转换成这个数字 再存回去的意思 存到原来的串列里面去 ok 所以一个读一个写 一个读一个写 把它写回去 那所以 再来的话 我们其实 可以把刚刚 这一道题 的这个输出结果 下方的程式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贴到底下 那底下的话 其实我干脆把 那个原来list1 干脆改scope好了 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 刚刚叫做 那个list1 我通通把它改成叫scope 这样可能比较统一 因为 如果你 那个名称 那个list 变数名称 当然你可以取一个 自己习惯的东西 自己习惯的名称 好 那全部都改完了 基本上的话 什么事都不要做 其实刚刚只有 把它切割 转型 就这两件事 然后 这个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不用 ctrl1 把它注解掉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结果看一下结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马上就可以得到什么了 共有八位学生 没错 然后 总成绩 就是全部帮你加总 用sum 平均也算出来了 最高分 最低分 马上 就得到结果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最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 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字串的 一个方法 叫做Splitter 后面的话呢 记得给它一个 你要切割的符号 切割的符号 是逗点 切割完之后呢 再分别把什么 它里面的资料 逐一读进来之后 转换 OK 当然呢 这个地方for回圈 这个forI in range 我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不想写这么复杂 没关系 你可以写for each 没关系 for each for I in 那个什么 let's go也可以 只是说 这样的写法 好处是 它弹性比较大 你不用记两种 OK 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把画面再还给大家 ritual 查看 一多 都 OO 都